很多病人 有時看到天空或電腦螢幕 有些點點、一條條線、一塊雲 這些我們俗稱非蚊症 我們今天講一講什麼叫非蚊症 情況都幾普遍 通常去到中年的時間 很多病人就會出現在這個情況 通常我們講的原因就是 人體眼睛裡面有一塊玻璃體的物質 有些退化的現象產生了 有時我們建議他們盡量做 減少一些撞擊的活動 譬如跳水、拳擊、很劇烈的運動 其實通常大部分的非蚊症 可以是一些所謂良性退化的情況 但也有部分病人 有些所謂惡性的情況出現 就是非蚊症伴隨時 有些時脈不穩陣、 時脈撕裂、穿洞的現象出現 有時脈不穿洞 可能脫脈的速度可以很快 可能幾天之間就看不到 譬如有些糖尿病上眼的病人 因為糖尿病上眼控制得不好 有些叫血管增生的情況出現 那些很脆弱的血管很容易會出血 會爆的 當它出了血之後 那些血就會走到眼的玻璃體那裡 病人就會看到很大大 很多的非蚊症 如果眼的後紅膜炎那些病人 也會有些因為發炎的情況 而令到它的玻璃體變得混濁 那它也會有時多了見到非蚊症 有一個叫做脈勒的色素扭 惡性的 扭本身因為它變大了 眼睛的啫喱物質 又可能相對地被壓縮 它可能也有些新的所謂玻璃體的變化 而令到病人會覺得好像多了一些非蚊症 如果真的見到非蚊症 當然第一件事 我們建議的是早點看一看醫生 做一個叫做眼底的檢查 看清楚眼底本身有沒有其他 從英國所說的不穩陣 或者穿冬的情況出現 如果有的話 就可能早點做一些預防治療 我們見到一些玻璃體退化的病人 其實已經是一些很近近的人 很早期已經出現了 因為現在很多時在香港 或者在很多亞洲地方 其實小朋友開始很早應有心的近視 當他們有一些很早期的近視 我們也希望有些方法 去減低近視的加深 因為近視會有引致很多的病發症 是某某脫落的機會 或者剛才說 有些其他眼疾 例如白內障、青光眼的機會 其實會提高了他們的風險